2015年在第三世界金鸡奖颁奖典礼的后台 发生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一幕 刚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张义正在接受采访 突然间有一只蝴蝶飞到了他的胸前 然后又飘到了他的蝴蝶结上久久不愿离去 看到这一幕的张义眼眶渐渐湿润 网友更是纷纷评论 是他回来恭喜张义获奖了 是他回来为张义打理领结了吗 那么网友评论的他又到底是谁呢 1978年张义在黑龙江哈尔滨出生了 他出生在一个书香市家父母都是老师 他的父亲是音乐老师而母亲是语文老师 由于父母都是教师 因此他们从小对张义管教得非常严格 父亲为了培养他的兴趣爱好 给张义报了多个辅导班 乒乓球 滑冰 钢琴 拉二胡等 父亲更是亲自教他音乐 可张义对于这些东西根本不感兴趣 反而对播音主持感兴趣 在他高二那年 张义参加了北京广播学院组织的专业课考试 没想到这一年他竟然考了第一名 本以为可以成功进入大学学习播音 可是因为没有文化课的成绩没有被录取 失败后的张义决定努力奋斗一年 第二年张义在田志愿时只写上了 北京广播学院的名字 可是由于北京广播学院这年招生人数改动 这让张义又一次地与学校擦肩而过 落榜之后回到家的张义非常难过 父母为了让他调整好心态 便给他找了一份哈尔滨话剧演员的工作 最开始刚进入话剧团的张义 并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 在话剧团待了一段时间以后 张义发现演员也是一件很有趣的工作 他想去北京发展那里的机会更多 就这样才19岁的张义来到了北京 参加了北京战友话剧团的考试并成功考读 在战友话剧团张义遇到了他的初恋女友波纳 女友并没有嫌弃他是农村来的穷小子 还带着张义回家见了父母 可是女友的父母不同意他们谈恋爱 为此两人只能转为地下恋情 有一天张义在外面拍戏突然接到电话 告知他女朋友出了车祸成为了植物人 这让他痛苦万分 女友这一昏迷就是十年 女友陪他走过了最义无所有的八年 却没能看他功成龙旧 他守护了女友最义无所知的十年 最终还是遗憾收场 2006年导演康弘雷在看演出时 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有一个年轻人走到了他的面前递过来一封信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年轻人就不见了 康弘雷突然收到一封信感到莫名其妙 然而当看完信的内容后 他却大吃一惊 一封毛遂自荐的信 在信中写到他得知康弘雷要开拍《士兵突击》 他强烈希望导演能考虑自己出演《许三多》 因为在此之前 他曾在话剧团给《士兵突击》的话剧版 埃尔纳突击做过三年的场记 他对剧本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 并且对《许三多》的内心情感理解的十分透彻 在三考虑后 康弘雷同意让他出演《士兵突击》 不过演的不是《许三多》而是班长史经 这个人就是如今的影帝张义 张义拍戏到底能有多拼 他的一场戏能让广虎哭成泪人 为角色暴受二十斤吓坏导演张义谋 吴京更是对他的敬业称赞不如 2018年导演张义谋拍摄电影《一秒钟》 在拍摄前他对张义说了一句话 我要看到你的拳骨 就因为这句话张义在两个月内暴受二十斤 在这段时间里他戒掉了主食 后来有一场吃面条的戏 结果张义完全是边吃边吐拍完的 在拍《红海行动》时 张义从台上摔下来导致腿不滚住 医生建议休养两个月再继续拍电影 可是他为了不影响电影拍摄的进度 选择在脚底打上钢板继续拍摄 在拍电影《金刚穿》时 有一段戏需要他大声的嘶吼 在拍摄时张义演得太投入了 结果因为缺氧差一点昏了过去 要说张义拍戏到底有多风魔 在拍《我的团长我的团》时 他还给自己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 他在剧中饰演一个腿瘸的士兵 这部戏拍了半年多张义就瘸了半年多 戏拍完他不会正常走路了 赶了好久才赶回来 不过所有的努力都是有回报的 2018年凭借《鸡毛飞上天》 张义获得了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 2021年张义又凭借张义谋指导的谍战电影 悬崖之上 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奖 他主演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年 在内地男演员中排名稳居前十 这也是对张义演技的一种肯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